原本翠绿的山巒层叠美景 强震之后 每座山头几乎都突了一大块 北海道规模6.7强震 最大震度侦测到6 是北海道观测史上 第一次测到的震度 许多观测站都传不了讯息 推测部分地区摇晃程度 甚至来到震度7 幸运逃过一劫的居民 看到原本笔直的道路 强震之后成了云霄飞车轨道 一样起伏 周边房子更是扭曲变形 北海道地震学家说 镇央附近有一个断层 但是跟强震没有直接关系 因为断层位在地下10公里 规模6.7强震的镇央 却是在40公里深 可能是断层附近 地层压力累积所导致的 镇央附近 位在北海道南部的 日高山脉周边 也有持续向上的压力 长时间的堆积 光是规模6.7这一场地震 可能没有完全释放 预计断层附近会有更多起 跟规模6.7差不多威力的 强震出现 任务小组领导人 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 教授平田职更警告 不论是不是位在 有活药断层的地区 日本内陆任何地方 都可能发生地震 北海道规模6.7强震 跟断层无关 而是地层累积的压力引爆 日本全国各陆地 都会有压力释放的可能 大学新闻许书梅编辑 手在一场地区 我们可以放在这儿 根区 变成了